这些荒野独居的食物多丰富 满满一堆鹿肉都不知道怎么吃好 父亲还有不少姜果能解腻 要是鹿肉肯多了不想吃 还能到湖里钓鱼吃 甚至运气好的时候 还能抓到兔子时 块头那是相当不错的 什么调料都不用加 原汁原味才是最棒的 这样的生活也只有这能体验 不知道大家来这能待多久呢 荒野独居进行到第26天 比克这锅鱼汤已经喝了好几天 就靠那鱼骨提供点味道 暂时能让肚子忘记饥饿 他觉得自己已经有点精神分裂 经常会在镜头前自言自语 还是得找点事情做让自己忙起来 距离入冬的日子那是越来越近 庇护所这门也得优化升级下 囤积脂肪多有个坏处 就是只要自己稍微运动一下 这边就开始汗流加倍了 门制造起来也不是很难 用些云山树枝填充到上面 只要没有风吹进里面就差不多了 这种结构不好的点 就是容易燃起来 原本以为有了门后会更方便 没想到就这 我觉得吧还不如挪开轻松点 再看看别人螺丝的庇护所 那是好看又实用 现在天气那是变得越来越冷 在外面没带多久 就已经冷得瑟瑟发抖 握着热水瓶才稍微感觉到温度 玫瑰果泡茶虽然好喝 但是天天喝对身体并不好 还是得找到食物补充才行 他一大早就在附近布置陷阱 里面那是什么诱饵都没有 单纯靠数量将附近给覆盖住 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抓到只兔子 肯定有人会问为啥不去钓鱼 这螺丝要是能钓到鱼 也不会将鱼线拿去做陷阱了 好消息是陷阱附近有兔子活动的痕迹 坏消息是没有一个陷阱触发 现在也只能尽量在兔子经过的地方多布置点 兔子没有发现倒是在地上找到了好东西 这么大一个捕兽家 估计是用来抓熊的 事实证明这里还是会有熊出没 也不知道这家子有什么用 罗斯倒是觉得 可以带回家做装饰 第27天 比克的精神状态那是相当糟糕 每天都是梦中饱餐一顿 然后被恶醒 眼看就快要入冬了 他要将庇护所里面的壁炉完善 海恩编的岩石就非常适合 虽然距离庇护所并不是很远 但是来回这样搬运 可把他累得不行 要不是自己身上的脂肪足够多 换成其他选手早就饿晕在地上 比克现在也只能搬一会就歇一会 要知道来之前他的脚踝就做过手术 经过这些天的折磨 感觉这脚踝好像被人拉扯一样 真怕到最后赢到的奖金 还不够自己取消医药费 我就好奇为啥不弄个东西打包呢 他那衣服应该也挺适合装东西的 比克又唱起了小曲 不得不说他这歌声确实不错 就是容易分心倒在地上 原本脚踝只是一点痛 现在好了吧站起来都困难 虽然刚刚摔了有点糟糕 但是意外发现这全是黏土 正好壁炉能够用得上 耗费了不少时间 材料总算是收集的差不多 等会就可以将壁炉给搞定 比克洗手时发现有密封袋瓢来 这用来装黏土最合适了 好家伙严重怀疑就是节目组扔的 比克现在除了急需食物 还得注意脚踝的情况 要是再摔一次 怕是真的有可能要退赛了 比克对秘鲁的要求并不是很好 别把庇护所点燃起来就可以了 目前进展还算顺利 就是这肚子一直饿得咕咕叫 他对此那是烦得不行 也不祈求能获取到食物吃 只希望别人快点退出比赛 不然身上的脂肪可不够他消耗 反观科尔特这边 虽然之前囤积的姜果被凶吃了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收集食物 这次就找些熊不爱吃的 像蘑菇附近就有挺多 吃起来味道还不错 应该不会看到小人跳舞吧 科尔特觉得附近这些食物收集起来 至少能让他再坚持半个月 好家伙 这换成我怕是一天就吃完了 蘑菇并不能直接放到庇护所里保存 需要稍微加工一下才行 这样能够保存得更久一点 将蘑菇修整好串起来 等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放到水利柱 这数量看起来还是挺可观的 只要这庇护所不会漏雨进来 这些蘑菇足够他熬多几集了 第28天天气变得越来越冷 附近都已经被雪所覆盖 螺丝整晚都被冷得瑟瑟发抖 现在特别想念家里那张大床 还有冰箱里面那堆食物 螺丝越想那是变得越难受 虽然一点都不想离开被窝 但是那肚子真的是饿得不行 得出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 先海滩那边碰碰运气 没走多远就发现有熊的足迹 估计就是昨晚路过这里 距离庇护所还是有点近 自己身上没什么肉 那熊应该瞧不上他 螺丝现在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沿着海岸走着熊的足迹越多 没想到就在不远处 那熊就在那里等着他 螺丝躲在树丛背后大声喊叫 希望这样能吓走他 熊没有吓跑 反而往螺丝那边走 吓得他赶紧拿信号枪 信号来之前节目组有培训过 要不然真就让那熊饱餐一顿了 螺丝也不确定那熊走远没 自己那时一点都不敢乱动 情绪都已经控制不住了 他很想快点回到家里躺着 又纠结要不要继续挑战下去 我觉得螺丝已经做得不错了 面对熊还能冷静自救 要是换成一般人 早就吓得脑袋一片空白了 螺丝不断调节自己的情绪 他不想因为熊而放弃这次挑战 以后肯定会因此而后悔的 要知道那熊出现的位置 距离庇护所那时相当的近 谁也没法保证那熊不会半夜袭击 就他这小身板可扛不住 看样子螺丝也是准备要离开了 要说选手中谁过得最好 那肯定就是狩猎道路的克莱 他正准备将这路头煮来吃 尽量将这表皮保留下来 到时塞些苔藓进去做成抱枕 处理起来那是相当的熟练 这上面还有些不少的油脂 现在就可以刮下来煮肉汤喝 不得不说这上面的肉还挺多的 这些都已经够其他人填饱肚子了 抓紧时间将这路头给缝好 晚点还要制造鹿肉大餐吃的 缝不好后就可以塞些苔藓到里面 成品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样子 百分百真皮抱枕 希望孩子会喜欢 克莱对着抱枕那是爱不释手 要是能再来一头就好了 这样就做房间的装饰 另一个自己可以抱着睡 我就好奇这难道不会有味道吧 克莱觉得这路还有不少地方能利用 例如这里面滴露脑 就是很不错的润滑机 到时涂抹到皮毛上处理起来更方便 目前闻起来还挺新鲜 放到锅里面尽量搅碎点混合水 像这样抓起来涂抹到上面 然后只需要反复进行涂抹拉扯 一般的地方可买不到这么好的皮革 克莱耗费了一点时间 轻轻松松就将这玩意整好 等风干后再看看成品如何 比赛进行到第30天 克尔特这边情况并不是很好 昨晚突然降了不少血 他有点担心这庇护所突然倒塌 最糟糕的是这把野果覆盖住 自己很难再靠这些填饱肚子 现在还要收集木材加固下庇护所 特别是保暖方面 感觉整晚都有风吹进来 屋顶那多铺些树枝在上面 这样既能防止血压垮这里 也能减少里面热量散发 克尔特感觉自己什么事都要做 就连门也要重新修整下 要不是自己体力有限 他真想制造个血消出来 这门像这样用树枝填不起来 成品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样子 最后将这门往庇护所上一扔 克尔特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冬天了 特雷莎那边就要舒服很多 每天都是饿到自然性 唯一难受的点就是 能选择的食物没有多少了 钓鱼是不可能钓到鱼的 他已经完全放弃钓鱼 之前也就弄到点小鱼 补充到的能量还没消耗得多 还不收集些野果吃实在点 他估计再过几天 这边野果就会被雪覆盖住 后面能找到的食物就更少 忙碌了一个小时就收获到一罐吃的 特雷莎觉得这比钓鱼好多了 今天打算往更远的地方探索 看能不能找到新的食物 一路走过来也就这根可以吃 能够给身提供不少能量 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要不是这天气变得越来越恶劣 特雷莎真想把附近的都挖出来 他试着从另外一边走回去 现在问题来了 附近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样子 走着走着才现在自己迷路了 他只知道往低处走能看到小溪 所以说没什么事 别到处乱走 这下好了吧 该庆幸附近没有熊出现的痕迹 现在特雷莎只能凭感觉走 这地方就这么大 总不可能绕到其他选手那里吧 他在里面兜兜转转 好不容易才来到回到岸边 接下来沿着小溪走 就能回到庇护所 整体来说今天收获还不错 如果没有迷路的话会更好 这些也够他待个星期吃的了 不过想要熬到最后 没有鱼肉的补充 很难坚持下去 还是得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弄到鱼肉吃 科尔特这边的僵果会丰富一点 而且他有船能到深水区那抓鱼 情况要比特雷莎那好很多 这船什么都好就是里面有水 屁股一坐下去 那感觉真的是酸爽 被抓紧时间滑到陷阱那边 他可不想把屁股给冻坏了 理论上天气变了 鱼群应该也是在这片区域才对 科尔特将这鱼篓子拿起来 很明显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果然还是需要点诱饵才行 现在也只能试着钓鱼 最怕就是海浪突然变大 要是没站稳掉进水那结局可想而知 不过有一说一这里钓鱼确实不错 一回的功夫就抓到鱼了 块头看起来还不错 他觉得今天运气不错 一共收获到两条鱼吃 要是每天能够维持这样 加上囤积起来野果蘑菇 科尔特有信心能够熬到最后 第31天 科莱的鹿肉终究还是把熊吸引来 外面的动静有点大 他可不想那些肉都被熊吃了 一点动静都有可能将把熊激怒 加上夜里光线不佳 科莱也只能选择放弃回到庇护所 理论上那熊应该吃不到那肉干 等天一亮就起来看看 科莱整晚没怎么睡 来到海滩这边可以看到 有不少新鲜的熊足迹 看样子体型还挺大一只 狩猎是不可能狩猎的了 以后睡觉都要拿着信号箱才行 毕竟就在烟熏屋附近 也有相当多的足迹 他得将肉全部转移到庇护所那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足迹 并没有往庇护所那延伸 科莱瞬间觉得自己那肉肉不香了 罗斯也是碰见过熊 自己整晚都没有睡好 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 现在只想先到外面找些食物吃 之前再布置了不少陷阱 他觉得总该抓到点什么吧 熊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每走一步都抓紧弓箭 生怕突然有种熊冲出来 虽然弓箭杀伤力有限 但是握着心情稍微好一点 就在他以为今天也要饿肚子时 陷阱那边竟然抓到只兔子 块头已经相当不错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吃肉了 抓紧时间将兔子干净 罗斯尽量将肉都保留下来 一点肉都不能浪费掉 包的那时相当干净 直接放到锅里面烹饪 什么调料都没有放都够香的了 一口咬下去 他就喜欢这兔心的味道 好吃到都快要哭出来了 要是没有熊就更好了 科莱正准备制造的警报器 利用七喇叭结合拉绳 只要他触碰到这里 就发出警报声 别说熊了 人听到都会吓一跳 科莱甚至还想着怎么去狩猎熊 他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只要这边的喇叭一响 自己就拿着弓箭射出去 不奢求能把熊干掉 至少也能给他个教训 大家觉得这可行吗 鹿肉干虽然有不少在手里 但也要好好规划一下 确保每天都有肉能吃 然后再看看能不能狩猎盗鱼 这样自己更有信心能赢得挑战 其他选手要是知道科莱 囤积了堆鹿肉还去钓鱼 怕是想早点回去吃大餐了 科莱的运气可能都花在路上 已经很久没有钓到鱼吃了 没有办法今天只能继续啃肉干 第32天 为了能够抓到鱼吃 科莱沙耗费了不少时间制造木筏 到时扔下鱼线 碰碰鱼线 她的策略就是尽量多躺着节省力气 要是这陷阱能助到鱼 自己也能过得久一点 就是现在这天气太折磨人了 每次下水那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尽量往更深的地方布置 然而这才没有多远 意外就出现了 就生意突然膨胀和鱼线纠缠一起 只能选择割掉鱼线 这把她折磨得不行 什么都没有做成 反而把自己身体给动坏了 现在站起来都是僵硬的 特雷莎差点就以为自己要动坏了 贴在火堆旁边才有感觉 可身体还在不断颤抖 特雷莎觉得自己身体那是越来越差 一直到回庇护所才稍微好点 大腿还被烤得有点伤 都已经红成这样 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发炎 后面估计是没法下水抓鱼了 看来她也坚持不了多少天 大家觉得剩下的选手中 谁有机会能凹过客来吗